北農市場篩檢不斷的在進行當中 尤其這兩天的時候 包括環南市場有三個確診案例 昨天晚上又有北農一位確診案例出現 因此相關單位不敢大意 今天上午也特別安排 包括北農的部分 甚至有環南的一些攤商 都來到萬大陸 這個陸橋下面來進行篩檢 不過因為篩檢的次數 其實相當的頻繁 也有不少攤商抱怨說 真的篩檢太多次 我們今天稍早就來訪問 我已經第三次篩檢 台北市場發揮什麼東西 這次 本來就演兩次了 而且第三次了 7月8日我們才演 今天又叫我們演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就是因為 在整個市場的一個篩檢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不少攤商認為說 其實他們篩檢的頻率太多 甚至有三個禮拜篩檢 四次的一個狀況 但是對於市場處而言 他們必須拿著 這些攤商必須拿著陰性的證明 才能進到市場處裡面 到各大市場來做生意 因此在整個篩檢的要求最高標準的一個情況之下 希望說 所有人如果一旦有任何症狀 他們都能夠立刻掌握出來 而且整個北市府也採取所謂九風格的方式 進行熱區篩檢 也就是只要有一個攤商確診的一個狀況 周邊的包括其他的前後左右 總共八個單商都可能被列為熱區來進行篩檢 因此希望說能夠把所謂的確診黑數都抓出來 這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